介绍一个18世纪的青花幼里红观影品 画的是两条龙吧 这一条是利龙 这个龙画得相当的凶猛 头发向上 眼睛都秃出来的 下寒比较秃秃一点 典型的是清朝的龙 抓的话都不是很有力 这个平行各方面都有点像康熙 实际不是康熙的 应该是雍正到乾隆左右的一个观影品 双龙珍珠 这个龙就比较高大一点 一个火柱 括号云 这个龙就似乎是矮小一点 头发也是向上 眼睛是秃出来的龙虾眼 胡须硬直 抓的也是一般 也不是说很像康熙的 海浪江山崖 海浪文是画的也不很细致 青花一般呢 也有分水 有深有浅 有里红也是如此 有里红也是烧的不是那么美的 有浅有深 这个山寺你看 这属于 这不是属于皮肤村吧 不是皮肤村 马点村啊 这边一个 两边都是有热海 啊 像牙海角 这个高度啊 有 38公分高 这个屏 口呢 那个口是有12公分 里面都是有效果的文明 那个痕迹 底呢 是二层胎的 二层胎的 二层胎的 这个二层胎呢 比较 啊 软滑一点 不是齐能齐脚 有火丝红 酸窜 有疏油的地方 不疏油点 它这 它不像康熙那样很方形 它也稍微有点软 你看那个脚啊 你看 这里这个 这个位置有点 疏油 稍微都不够好 还有这个肩膀这里也是 肩膀这里也是疏油了 这个云呢 明显的两层有点 已经像那个乾隆时代那种 括号如意云 如意云呢 这个是如意云 也不是很长脚 这个是小龙 昌龙教旨也像昌龙教旨 但是中间有个火柱 啊 口是湿啊 笛也是湿啊 就是那个二层胎的笛 啊 谢谢大家 已经 清代 应该18世纪 清代了吧 嗯 嗯